昨天上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与会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未来几天,他们将紧紧围绕报告,谏言献策,履职尽责 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深刻、全面、务实的内容、催人奋进 国防军队的深化改革、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实战演训的如火如荼,打赢能力不断提升 我们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中,越走越广,越来越有自信 今天听了政府工作报告,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稳,比如说发展、建设 那么作为一个军人感到非常的光荣 但是使命和职责也非常重大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 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同时对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谋划和故事 在过去五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 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内军队的绝对领导 祝道成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人民军队 在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 交出了一份当当尽职的政治打拳 大国特色的外交打拳 尊名一心的国防打拳 作为一线带兵人 就是要全部心自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力 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 更严实的作风 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我来自基层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我将继续扎根基层 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好各项任务 Spread 掌揺 南部上 南部上